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希 我们想要我们喜欢的人喜欢我们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 那如果今天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期待 然后别人也对我有一个期待 可是这个期待如果是不相符的要怎么办 然后我要怎么面对这个期待 然后就想到那个 我之前收到一个邀请 就是那个台湾文学基地请我写一篇 他给我一个情境 然后要我写一篇小创作 然后用文学的方式回复他 然后那个情境呢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不吃一笑 因为他的内容是 如果我们花 如果他就问我 就是花五千块元买网牌 却发现自己的尺寸全错了 我要怎么办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 是很诚实的想法 就是我不会 我没有这么的 就是因为也没有这么有钱 想说没关系 就全部都全部都就是再买一批 这样我没有办法这样子 然后那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第一个反应是很愤怒 就会觉得 为什么会错 这样 对 然后 可是呢我会 就是虽然有这个愤怒 但我还是会想要 就是他可能很麻烦 但我还是会想要去换货 换成就是我自己的尺寸 那假设 我只随便乱讲 假设 今天他记得就全部都是XS 我根本穿不下 然后我如果是穿L号的话 我就会很神奇的去换货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有趣的事情是 情绪就是那个愤怒的感觉 还是会出来 可是我还是想要 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那个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有可能单纯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这个衣服的尺寸 但也有可能 回到我们刚刚的 刚刚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 他可能就只是单纯 我对我自己的期待 就是我不想要改变 我对我自己的期待 就算你对我的期待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就怎么样 我还是想要保持我自己这样 那这个东西 我那时候回的时候 我很喜欢那个 回的那一句就是 那个 赫旭里写的 那个美丽心世界 它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叫做 我宁愿做我自己 做我自己 而且心情恶劣 不管多快活 我都不要做别人 然后其实 在我的白话看来就是 如果我今天 就是想要成为的人 跟 想要成为自己 跟别人 想要成为我不一样的话 怎么办 就是五个字 就是完全没关系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 OK 你有你的期待没关系 然后我有我的 这样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不要让自己 对自己的期待消失 OK 然后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我刚 我刚 就是我在那个 台湾文学基地那边 写那段话是 就是 心情恶 我心情恶劣 但是我还是要去退货 因为 毕竟把别人 穿在自己身上 永远不合身 别人的快乐 不一定会是我的快乐 我的快乐 是保有我的忧愁 这是我的 一个很大的 感悟的原因 是因为 这是我写的 这不是 那个 那个贺旭里写的 那我觉得 我对这件事情 感悟的原因 是因为 在这几年 我慢慢的从 就是一个小小的我 然后慢慢变成一个 作家 张希的过程中 很常遇到这个状况 就是 大家会对于 我有一些想象 比如说 看我的文字的人 可能会觉得 他应该很文静吧 或者说 他应该很敏感吧 然后他应该很细腻吧 这样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的 我是一个很 可能有点 粗线条的人 然后可能是 大家 演讲的时候 读者都会吓到 就觉得 怎么会这么活泼 这样 都会有点 跟他们想象 有点不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有点 不能够附和这个落差 会觉得 那是不是真的 我不好 就是真实的 我是不是不好的我 这样 那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 那感觉有点像是 就我今天在网络上 或我今天 我今天在别人面前 表现出一个 某个面向的我 很像是给他看一个 就像你给他看一条线 然后他可能就用 那条线去想象说 那你应该是一个 三角形 或者说 那你应该是 一个正方形吧 或者说 那你应该是 一个什么形状 因为他只看到那条线嘛 那他后面 就会自己脑补 可是呢 可能我就是一个圆形 所以 在就是 他看到那条线 跟真正的我不一样 可是如果我知道 我就是那个圆形的时候 他如果用一个 三角形的 或是正方形的 那个评价来 就是 的想象来对待我的话 我并不会觉得害怕 甚至我不会觉得 有怎么 就是 就是没关系 我不会觉得怎么样 这样 然后就是因为 我知道我自己是圆形的 这样 就是 我可以保佑 我对我自己的 期待 跟我对我自己的矛盾 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在处理 别人对我的期待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